大家好,我是Eddie 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 阅读Spring 10座 Redis分散事所的程式码 希望借由这次分享 让大家可以了解它的程式设计 甚至有兴趣的人可以参与 维护开发那样子 今天的议程主要是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分散事所 接着才会是阅读程式码的部分 最后分享一下我个人参与Spring Integration Project 做贡献的经验 在我们一般处理一个process里面 Multi-Thread的Concurrency Control的时候 有很多方法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使用Java本身提供的Lock 像是Re-Entry Lock 以这张图为例 当我们一个Thread想要进入Critical Session之前 我们可能会去呼叫一个Lock Object的Lock Method 那当这个Thread已经Aquire了这个Lock之后 它才会进入Critical Session 那如果这个时候Thread2想要尝试进入Critical Session 那一样它会去尝试获取同一个Lock 那因为Lock已经被Thread1所获取了 所以Thread2就会被Block住 直到Thread1Re-Lease它 那才会换Thread2获取Lock 进入Critical Session 这样的设计就可以确保说 这个Critical Session在同一个时间 只有一个Thread会执行 但是当我们把处理的范围 扩展到多个Process 然后甚至说这些Process 可能在Round在不同的机器上面的时候 那原本Java提供的Lock 就没有办法帮我们处理这样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 使用分散试锁 就是其中一个Solution 那分散试锁的话 它会有一个地方储存锁的状态 那这个状态就会叙述说 目前这个锁被哪一个Process所拥有 那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Database的Table 或是一个Redis Node 甚至是一个Redis Cluster 那主要是看它是怎么样被始作 那流程跟刚刚的Java所也非常类似 Process 1要执行Critical Session之前 它会尝试拿到这个分散试锁 假设拿到成功的话 它会把它的ownership 写入到这个Lock的States里面 接着执行Critical Session 那如果同一个时间 Process 2想要尝试获取这个分散试锁的时候 它会获取失败 那如果这个分散试锁是 使作SpinLock的话 Process 2会不断尝试获取锁 直到这个Lock被Process 1 release掉之后 它才会获取成功 并且执行Critical Session的部分 那Spring使作Redis分散试锁的话 则是使用一个Redis Node 作为储存锁状态的地方 那在AquiredLock的时候 这个Process会去判断说 这个锁是不是被其他Process所拥有 如果没有的话 则代表说它可以Aquired这个分散试锁 那这个时候Process就会把这个锁的ownership 写入到这个Redis Node里面 那这个ownership基本上就是一笔资料 它的key值就会是锁的名称 value值则是这个Process的ID 并且会附上一个TTL Time to Live 来避免一个 来做一个基本的死锁的防护 那以这张图就是一个例子 去说明为什么TTL可以做死锁的防护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Process 1成功地 获取这个分散试锁之后 它在解锁之前 Process就crash掉了 那这时候锁 因为有TTL 所以当这笔ownership的资料 expire之后 Process 2就可以尝试去获取这个分散试锁 而不会进入死锁的状态 那一样在解锁部分 Process一样会再次确认说 目前这个锁是被当下这个Process所拥有的 如果是的时候才会把这笔ownership的资料 从Redis Node里面移除 那在Spring Integration Project里面 它事实上提供了非常多 也没有到非常多 就大概四种分散试锁的实作 那像是有ZooKeeper 还有JTBC 那这次分享里面 我们会专注在Redis的实作部分 那Redis实作部分的话 它主要是写在这个Redis Lock Redistry这个类别里面 那这个类别里面有一个Innerclass 是Redis Lock 那基本上它就代表这个分散试锁的实力 那这个 它也事实上是一个抽象类别 它会被另外两个类别所持作 分别是Redis PopSubLock 跟Redis SpinLock 那在这分享里面 我会专注在Redis SpinLock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来阅读一下程式码的部分 那这次版本是6.1.2版的 那这边我写一个非常非常简化的例子 去叙述说怎么样使用这个分散试锁 那详细的例子可以去官方的文件里面去做参考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Lock Registry 这个Bin去尝试注册并获取锁 当我们有一个锁的Instant 它基本上是使作Java Lock Interface 所以说它使用起来跟Java本身的Lock 是非常相近的 那我们获取锁之后 我们会尝试去上锁 那上锁成功之后 我们才会执行Critical Session的部分 然后最后在Final E-Block里面做解锁 那因此我们先看一下这个Lock Registry 以Redis来讲的话 它就是RedisLock Registry 它是总样被construct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建构值 它会传入三个Parameters 分别是ConnectionFactory 还有一个Registry 还有ExpiredAfter ConnectionFactory主要是传递进来 来建构一个RedisTemplate 那这个RedisTemplate后续会负责 这个Process跟RedisNode的沟通 那Registry则是每一个 分散事所名称的Prefix 再来是ExpiredAfter 它主要是设定 每一个分散事所的TTL 所以目前Spring做分散事所的设计里面 每一个分散事所都会有同样的TTL 接着我们看一下 Lock Registry它是怎么样实作 获取或建立 或注册一个分散事所的方法 那在这个方法里面 事实上有三个InstanceFill是相关的 第一个是一个RedisLockType 它是一个Enum 那预设值它会是SpinLock 再来是一个ReentientLock 它主要是帮忙确保 当下这个Process的ConcurrencyControl 再来是一个Map名称是Locks 那它主要是存放被注册的分散事所 我们可以看到在OptainMath里面 一开始我们会先使用这个Lock去做上锁 确保说接下来的Code 只有同一时间 只有一个Thread会执行 接着我们会呼叫这个LocksMath的 ComputeIfUbsentMethod 那这边它会查看传用的LockKey 是不是有对应的RedisLockInstance 如果有的话就直接把它传递出去 如果没有的话 它则会去执行这边传进来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 RedisLock的Constructor 那是SpinLock的Constructor 还是PopsLock的Constructor 基本上是由RedisLockType来决定的 接着我们看Constructor部分 它会呼叫一个ConstructorLockKey的方法 那因为RedisLock 它是RedisLockRegistry的InnerClass 所以它有办法assess到它的InstanceFiel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建构这个分散事所的时候 它事实上是把之前的Prefix 跟传入的KeyName去做Compose 所以假设之前我们在建构 RedisLockRegistry之后 我们设定它的RegistKey是Spring 那它传入的Lock的名称是Integration 那实际这个LockKey会是Spring 帮号Integration 那这个参数后续就会被用来写入 RedisNode里面当作它的Key的名称 现在我们获取了这个RedisLock 那我们尝试帮它上锁 那我们看一下它里面上锁的实作 上锁实作的时候 它会传入两个Parameters 分别是时间跟这个时间的单位 那一样为了确保目前这个process 只有一个Straight会尝试做 帮这个锁进行上锁 所以它一样会用一个InstanceField 是ReentryLock去做上锁 当上锁成功之后 它才会把目前这边传递出来的时间 跟时间单位换串成Milliseconds 然后并且被这个TriRedisLock做使用 那这个TriRedisLock method 就会尝试把这个锁的ownership 写入或是更新到RedisNode里面 那最后不管是不是获取成功 我们一样就是把这个InstanceField的LocalLock 做解锁 那刚刚提到的TriRedisLock这个方法 它事实上会呼叫这个TriRedisLockInner 那这个方法在SpinLock跟PopsopLock 有不同的实作 那这次我们看一下SpinLock的部分 那它会判断 依照我们传入的时间作为判断 假设传入的时间是-1的话 它则视为说并没有一个参应奥的机制 因此方法就会以100微秒为单位 不断地尝试去获取锁 直到它获取成功 假设传入的时间并不是-1的话 我们则视为说它有一个Timeout的机制 因此它这边会去换算它的ExpireTime之后 同样地以100微秒为单位 不断地尝试去获取锁 直到锁被获取了或是直到Timeout 接着我们看一下它是如何获取锁的 这个OptainLock method 那OptainLock method 事实上是在RedisLock这边作备10座 它是透过这个RedisTemplate 去执行一段LuaScript 这个LuaScript会用到一个key值 跟两个arguments 这个key就是当初这个RedisLock instance 被contract的时候所建立的Lockkey 而两个argument分别为这个process的ID 跟这个Lock的TTL 那我们可以看LuaScript 它一开始执行会执行个get comment 尝试去查看说是不是已经有这笔锁的ownership 在RedisLock里面 如果有的话它会判断说是不是跟这个process ID一样 也代表说是不是这个process所拥有这个分散事所 如果是的话则会去更新它的TTL 并且回传成功 那如果并没有任何这笔锁的ownership的话 则代表说目前没有任何process 拥有这个分散事所 因此LuaScript就会执行set comment 去把这笔锁的ownership写入到RedisLock里面 并且回传成功 那如果以上两个条件都不符合的话 代表说目前这个分散事所 是被其他process所拥有的 那因此就会回传失败 那刚刚我们可以注意到 那个LuaScript事实上执行 可能会执行多个comment 但是我们真的不用担心concurrence的issue 因为Redis这边有确保说 如果是执行个LuaScript的话 它会作为一个atomic的execution做执行 所以不用担心说执行到一半的时候 会不会有其他的process执行不同的comment 导致concurrence的issue 那当我们成功获取分三次锁 然后并且执行Rectical Session 接着我们要在 最后在finally bug里面做解锁 那我们看一下它解锁的程式码 解锁的部分的话 它一样是在RedisLock这边 就提供一个基本的实作 那它会先用它的instance field local lock来确保说 是目前这个thread使用这个锁 接着它去看它的holdcount 假设它的holdcount是大于1的话 代表说这个分三次锁 还没有完全被解开 所以它就直接呼叫 这个local lock的unlock method 结束这个方法执行 假设holdcount是1的话 代表说这次解锁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locked ownership 从Resident里面移除 因此它会执行tribock的部分 tribock这边的话 它会先执行 is acquired in this process的method 这个method会执行个get comment 去判断说 目前这个ownership 是跟这个process ID一样 如果不是的话 代表说解锁失败 会是一个delical state exception 那如果是这个process ID 是这个process所拥有的话 它会执行removelock key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会执行一个onlink 或是一个delic comment 把这个ownership 从redis node里面移除 那我们看一下removelock key的方法 这边它会参考 redis log registry里面的 一个instance field onlink available 来做判断 那这个instance field 事实上是一个不灵质 然后它预设会是true 也代表说 它预设目前我们使用的redis node 它是支援onlink comment的 那因此它会先尝试执行 removelock key inneronlink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在spinlog里面的始作 就只是单纯的 呼叫onlink comment而已 那如果执行成功的话 它就会结束这个方法执行 那如果在过程中 有任何exception 释入出来的话 我们则视为说 目前这个redis node的版本 并不支援onlink comment 因此在catch block里面 我们就会把这个布林词 改成fails 接着执行removelock key innerdelete这个方法 而是改用delete这个comment 去做移除ownership的行为 那我们做一下总结 我们看到了三个class 基本上就是redis log registry 里面的redis log registry 这个class 跟另外两个innerclass 那redis log registry 基本上它就是负责去 存放它所注册的redis log instance 那redis log 则是它里面的innerclass 那它是这个分三式锁的抽象类别 它提供了基本的 onlock跟unlock的各种各个方法 那最后则是redis spinlock 这个innerclass 它是其中一个实作 redis log的抽象类别的类别 并且它提供更detail的实作细节 那是以spinlock mechanism 去做实作的 那其中像是说 它就实作这些方法 接着分享一下 我个人参与 Spring Integration Project 做贡献的开发 那刚刚我们讲到 unlock methods 事实上我在阅读它的程式码的时候 发现说可能有一点问题 因为它事实上是分各自两个comment 做execution的 那我当我阅读完程式码之后 我做出一个假设 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atomic execution 那接着我使用redis cli monitor 这个comment去做验证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的确就是分别执行两个comment 并没有用LuaScript 也没有用redis transaction相关的comment 去做保护 那因此事实上这个实作 是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以这张图为例 我这边讲一个 比较极端的case 当process1已经获取锁 并且想要解锁的时候 它下第一个comment getcomment 尝试判断说 目前这个锁 是不是被这个process 所拥有的 那当它结束这个 execution之后 刚好 这笔资料在redis node 就expired了 这个时候 process2想要尝试去获取锁 那这个时候 因为它已经expired 所以process2就判断说 目前没有任何process 拥有这个分散事所 所以它就把它的ownership 写入进来 并且视作为 它已经成功获取了分散事所 接着process1 继续执行它的 下一步comment 就是移除它的ownership 那它执行了deletecomment 那这时候process1 执行的 这时候process1 移除的ownership 就不再是它 自己的ownership 而是移除到process2的ownership 所以导致一个错误的结果 那我认为这个 age case在实物上 碰到的几率不大 因为我一般会把tto设成 比实际需要执行的时间来得长 但是理论上还是有可能会碰到 那我们要如何改善这个问题呢 事实上蛮简单的 就只要把刚刚的行为 判断ownership跟移除 那个locks的ownership 写在同一个lua script 去做一次automic execution就好了 那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 我们需要把刚刚的行为改成 用lua script做撰写 那并且会有两个case 我们要视作为解锁失败 第一个case就是说解锁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锁的ownership 已经不是他这个process本身了 那这个case可能是 这张图为例子 这个case可能会是 因为这样而产生的 像是刚刚讲的 他的ownership的资料expire了 然后接着process2 尝试去acquire这个锁 那把他ownership写到resist note里面 那这时候解锁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ownership不是他自己的 那所以这时候就要视作解锁失败 那我们就一个exception就会through 那我们需要尝试 把critical session里面 所执行的结果rollback 那另外一个case 也需要视作解锁失败 则是尝试在解锁的时候 发现说这个resist note里面 并没有这笔 所的ownership的资料 那这边图是一个另外一个例子 同样的也是因为 这个ownership expires了 所以另外一个process 尝试获取这个锁 那他获取这个锁之后 执行critical session的部分 接着在解锁 那这样就会导致说 这个redstone里面 并没有这笔锁的ownership的资料 那这个时候process1判断 尝试执行这个louise script 那我们就需要判断成说 这个是解锁失败 一样需要rollback critical session执行的结果 那因此我们事实上 可以改变的实作就是可以修改 removelockkeyinneronleak跟delete 这两个方法的实作 原本这两个方法就是 只有负责一个responsibility 就是移除资料 那我们改用一个louise script 尝试去验证并且移除资料 这个louise script会用到一个key值 跟一个arguments key值就是这个lock的name 然后arguments就是这个processID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使用一个get comment 去验证说 目前是不是这个process 所拥有这个锁 那如果是的话 就执行unlink的comment 并且回传成功 那如果这个条件不符的话 则是刚刚 就可能是刚刚分享这两个case 要么这个process被其他 这个lock被其他process所拥有了 要么就是它的ownership expire了 那不管是哪个case 我们都要回传失败 那remove lockkey inner delete 基本上也是 几乎一模一样的实作 差别只在于 这个comment从onlink 改成delete而已 那我们修改完 这两个方法之后 它会被remove lockkey 这个地方做使用 那因此这边也需要做修改 那一样 原本它就只是单纯执行而已 并没有判断执行的结果 那因为我们有可能 这个louise script 可能会回传解锁失败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bolling值 去判断说它执行的结果是如何 假设成功的话 就直接结束这个方法执行 失败的话就 参照目前的设计 会是一个 illegal state exception 那同样的 delete method也是一样子 那最后我们需要修改的地方 就是那个onlink method 因为现在remove lockkey 已经具备这样一个行为了 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呼叫 is acquired in this process 这个方法 所以前面的程式码 就可以移除 只保留这边 那现在我们在 可能本地端 已经修改完 改进这个实作了 我们要如何贡献到 Spring integration project呢 第一步主要是看 它的contributor guidelines 那这边我做一个截图 只是截图一小部分而已 那如果大家对于 想要参与Spring integration project 开发有兴趣的话 务必阅读完整的guidelines 刚刚你这边会提到 很多重要的规范 跟预期合作的方式 那其中他就有提到说 我们要send一个pro request的话 除非这个pro request 是专门修改一些 简单的issue 像是Typeo啊 不然应该要有一个 对应的issue 不管是Gyra issue 或是Github issue 那目前他们已经没有 在使用Gyra issue了 所以其他issue都可以 在Github里面做搜寻 那以我这个修改为例 我在Github issue里面 并没有找到相关的issue 所以我就新增一个 Feature request issue 那在issue里面 它有提供template 像是Feature request issue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 叙述三件事件 第一个是我们期待的行为 Expect behavior 再是目前版本的行为 Current behavior 以及Detail context Context那样子 那我这边就叙述期待行为 我期待说 解锁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law script 去同时验证它的ownership 跟issueownership 那目前的行为就是 在unlink method里面 它会执行另外两个method 分别执行 get comments 跟unlink 或是delete comment 那样子 那我在context里面 把我刚刚想到的hcase 做一个叙述 接着我就用刚刚issue的号码 去create一个branch 然后并且用这个branch 发poor request 那在poor request里面就需要提到说 我们这个poor request 是专门 为哪个issue所实作的 那最后我的poor request 并没有直接被merge 因为那个专案维护人员 他把我的实作做一些重构之后 用另外一个commits 做commits到masterbranch里面了 那事实上也有其他人注意到 这个我开的这个issue 那像是说这个人 他使用的是五点多版的branch 那这边在讨论区里面 我们也可以跟专案维护人员 做一些讨论跟询问 那像这边的话 他有询问说 这个issue的修改 会不会被带到五点多版的branch 那不过他们这边回答就是说 除非是一个严重的bug 不然的话他不会把新的修改 带到太旧的版本里面 那目前这个修改 已经可以在6.1.3 跟6.0.7 这样的版本看到了 那这边是我列举一些 我的参考资料 那这个issue事实上 我发了两个poor request做处理 那有兴趣的可以参考 那另外我分享一个 我觉得蛮值得看的资源 是之前我参加 Skull Taiwan Meet Lab时候 有另外一个讲者 做一个分享 那这个分享里面 他提到他很多贡献 Oper source相关经验 跟看法 我也是从这边学到蛮多的 他跟大家推荐一下